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科剧与很活的网红星际飞成为了新疆女婿 妻子曾支援某地还有一个儿子 恭喜网红星际飞结婚了 这对于粉丝们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毕竟她的形象以及她做的是敢嫁她的女人 目前有媒体爆出新疆飞几张婚纱照 以及这个结婚照的这个照片 话中就是说新疆飞打扮得很精神 胡子剪得非常有点短 就是短了不少 头发也推了一个非常的光 在一旁这个女士脸旁也是肉肉的 弯弯的眼睛 戴着是甜甜的笑意 两人看起来就是说是非常的般配 感觉了解新疆飞呢 新疆飞今年35岁 这几年就是说小视频兴起吧 就是她一直在网络上发布 揭露食品添加器的食品内容 早些年并不是太多人关注 直到就是去年一句科技与狠火 让她彻底就是说总之间呢 已经在这个全网拥有将近千万粉丝 由于她就是揭露的事情呢 以及具有争议性啊 一度被这个官方给点名啊 她也就是差点又进行这么一个退网啊 好在粉丝们的召唤啊 她又开始了做起了相关的视频内容啊 值得一提的是啊 星期非就是成为大网红之后呢 并没有选择直播带货啊 以及接大广告变现啊 真的上是网红界的一股清流吧 而这一次被曝光 结婚照呢 是站在星期非身边的女子 这个身份啊 更不简单 从网络资料中来看呢 星期非的妻子啊 她名字叫巴哈古利托勒恒 来自于新疆啊 曾经就是说在武汉那边支援过啊 支援过 可能是这个最出名的事迹呢 是这个巴哈古勒托勒恒呢 在这个 就是穿白衣服嘛 让他火遍全网啊 全网就是 就是牵切的叫他大白鼓励啊 此次星期非和这个 大白鼓励呢 就是说结婚照啊 是从这个女方的社交平台上 给晒出来的 只是可能性双方啊 还没有做好准备 在这个古哈巴利 就是说 晒出照片之后呢 又选择了迅速的 这么一个删除啊 好在就是眼快的网友啊 保存了下来 保存下来 目前呢 关于结婚这个事呢 星期非方面也 没有做出一个回应啊 但从这个星期非的账号来看呢 他本人正在新疆啊 想必就是为了结婚而去的啊 毕竟从这个 现金费重返于网络之后啊 他又去了这个折将 对于这个古哈巴利 托衡勒呢 就是说网络上 关于他的资料并不多啊 甚至不知道 他的确切年龄啊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这个女士呢 就是说曾经有一段婚姻啊 而且呢 两人就是说 有一个孩子啊 不管怎么说呢 能找到情投意合的 另一半呢 对于人生来说呢 就是说都是完美的 星期非的为食品这样打假的人呢 相信他的这个眼光也不会错 同时也祝福 祝福两人 就是说喜结连礼吧 喜结连礼 感谢大家 就是说收看订阅啊 拜拜 没有订阅的呢 希望就是大家订阅一下啊 这个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这个限流了啊 可能是